前几天,辽宁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,网罚不一则预警通知,涉及81种不能正常供应配送的药品,其中12个药品因原料、企业生产线改造的原因而造成产能不足,13个药品因采购不到原料而停产,17个药品以原料要价格上涨,中标价格低为由不能正常供应。 彭派新闻,8月7日,今年来,关于原料要涨价的新闻不时刻见,今年两会期间,医药企负责人曾表示,不少原料要的价格已经较前几年提高了二三十倍,鸟酸原料要价格从几年前的30到40元KG,一度上涨到900元KG,这将医药企负责人称。 马来酸绿本纳米,又名扑尔米,主要用于鼻炎、流气等感冒症状,一个月涨到58倍,从400元KG涨到23300元KG。 而最新的涨幅记录是本分从230元KG涨到23000元KG,涨99倍。 据透露,我国的成品要有1500种原料要,其中50种原料要只有一家企业取得生产审批资格。 44种原料要只有两家企业可以生产,原料要的资源被少数生产企业掌控,从而埋下垄断的种子,对下油质剂企业构成了威胁。 长期以来,原料要的生产虽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批,但原料要市场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,部分企业通过市场手段胜出并拥有支配地位。 这本身无可厚非,但是,少数原料要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后,其行为是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,而不能滥用支配地位破坏市场竞争,更不能和有关利益方勾结,抱传组成涨价结盟,或者对下油采购企业随意涨价或付加其他不合理条件。 但是,从目前市场上部分原料要价格风涨的现实看,除了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几件因素外,人为操纵造成垄断,联合胎价的迹象已经凸显。 比如,报道中提到的,国内仅有的两三家鸡干原料生产企业被总经销仅仅捏在手上,而实行总经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涨价,被总经销到的扑尔敏,由于目前只有河南一个要厂生产,形成了事实上的挂头垄断。 在这些垄断大佬面前,下油制即企业处于部队等的弱势地位,大多缺乏议价权,陷入了不生产则调标,生产则亏损的困境,似乎除了涨价。 别乱他吧,对这种垄断局面就没有办法了吗? 也不是,去年11月,国家方改委发布我国首个短缺药品和原料要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,凝缺了相关经营者不得就短缺药品和原料要实施捏造三部短价信息,团击之旗,穿通操纵市场价格等违法价格法的行为。 但是,对有关企业价格垄断的行政触发往往相对较低,震慑力不大。 例如,去年7月,浙江省物价局曾转发国家发改委对浙江新赛克药业有限公司,天津和德贵药业有限公司,滥入市场支配地位,以不公平高价销售业价人料要,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业案依法做出处理的决定。 上述两家公司因价格垄断,被罚款44.39万元,相对于非罚所得。 罚的这几十万元可谓不痛不痒,起不到应有的惩处作用。 在行政处罚难以根除垄断顾及的背景下,从源头上消除原料要生产的批文依赖,拆除不必要的行政发力,使原料要市场供应和竞争都更加充分。 可能才是根据原料要企业垄断的治本制法。 去年10月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,鼓励药品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。 明确提出,将实行药品与药用员辅料和包装材料换为审批。 即原料要在审批药品注册申请示并审批审批。 不再发放原料要批准文号,同年,原国家食药间总局发布,关于鼓励药品、医疗器械创新加快新药医疗器械上市审批、审批的相关政策。 征求意见稿,指出要制定药用员辅料和包装材料备案管理办法,建立药用员辅料和包装材料备案信息平台。 这意味着,将放开对原料要生产的单独审批,改为备案管理,这或将成为破解原料要市场乱象的关键所在。 今后,制计企业并购,联合原料要,自己生产原料要或是趋势。 不过,这终究是一个比较长的市场哲理的过程。 在此过程中,有关部门对原料要市场依法进行反垄断执法监督,对价格垄断等问题进行查处,缓解原料要不合理的涨价,仍然是必要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